你终于到了,快上车吧 你长得这么像阿飘,肯定不上车啊 抱歉,让你久等了 上车吧 这个看起来还行走吧 真是个没有礼貌的代驾 我去,我只是想开车,午夜代驾 接完这一单就回家了 咱们是一名代驾员,先看一下规则 行驶中注意安全,废话 按时到达顾客位置,禁止开往市区 那先把车灯打开,然后查一下手机 不能经过市区,那只能选择路线2 但是时间比较久 所以咱们把速度调到最快 然后选择路线2出发 幸好没迟到 诶,这位顾客好像是阿飘啊 先看一下规则 晚上12点之后才可以相信顾客 请旅行代驾的职责 顾客不喜欢旁人接触 你终于到了,快上车吧 现在不是还没12点吗 这肯定不能上车啊 小哥哥真不识趣 抱歉,让你久等了,上车吧 现在12点了,但顾客还没上车 先打开后车门给他上车 我喝醉了,可以扶我进去吗 不能和顾客有接触 先开他的包包,把醒酒要给他 好多了,不用你扶了 这样终于可以上车了 我们准备出发了 出发前先看一下规则 有些满足顾客的要求 不能拒绝别人 声音可能是错觉 直接按启动键开车 车里太热了 热的话把空调调到最低 这应该不会出现什么状况吧 又遇见你了,可以烧我一顿吗 又遇见这个小姐姐了 选择上车还是不可以 滑动司机的口袋 我只是一个代价 做不了主 开过去,不用管他 有些满足顾客的要求 直接启动车子 这该不会撞上了吧 这女的到底住哪里啊 怎么都是荒山野岭 目的地已到达 请下车 有趣,怎么是殡仪馆 这要下车不会把我送进去吧 不能下车 那直接启动车子吗 这样不是满足不了顾客的要求吗 他不会把我嘎了吧 我去竟然把我带到了目的 谢谢小哥哥 有空过来坐坐 完蛋了 奶奶走了 爷爷好伤心啊 那把钱给爷爷吧 算命的说 今年要穿红色 我看你是想造反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要结婚吗 家里搞喜庆一点 凑不要脸 不对劲啊 新娘呢 这狐狸嘛 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气得我都想起来打你两拳 这关是要让奶奶复活 那请个人做饭吧 自己烧的不好吃 请个保姆来做饭 老灯你别太过分我 奶奶终于起来了 那就请个庸人扫地 年纪大了 请个保姆打扫卫生 老灯你玩挺花啊 房子也装修一下呗 大家重新装修下 老灯你几个意思 哈哈 老鼠洞也像个金鞭 狗富贵物相望 你这钱花得挺快啊 门也换个扎实点的 再从外面请辆昏车 一会请个司机来开车 你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你 应该是让奶奶来当新娘吧 点不动啊 那把钱给她 我不相信爱情了 你不了解爷爷的苦心啊 那这还有钱 该怎么让奶奶回心转意呢 我一定要变瘦 那先撑个杆子 你够再来 再加个杠铃 你够再来 那再加几袋沙包 你够再来 哦 这边的大金链子也给你戴上 你够再来 这就瘦了一点点了 然后把男神放上去 不可以 那把水桶放上去 你够再来 然后再加点水吗 你够再来 哎 开始很瘦了 再把男神放在水上面吗 还是不行 哦 把狗粮倒下去 就会把狗吸引过来吧 这狗也太胖了吧 赶紧举重 狗再来 这青蛙呢 点不动 那这边两个蝌蚪 是不是合成青蛙 然后青蛙和青蛙 合成乌龟嘛 还真是这样啊 马上要变身了 我感觉马上了 那看一下洗手间 这马桶也可以吗 好像可以 我感觉马上了 哦 接着把两个男的 放在马桶上面对吧 感觉上来了 来了来了 哇塞 这也太漂亮了吧 先把零五的放C位 你想我C位干嘛 我以为这是我的位置吗 然后把化妆品 脱给后面的女孩化妆 这可是我闺蜜帮我化的 帮她们调整好舞台姿势 那这女的手势不对吧 不好意思弄错姿势了 然后零五的帽子戴鞋了吧 忘记掀起我的红盖头了 你眼睛要睁开啊 男友在下面看 有点害羞 不是 这个大钻戒 应该不是舞蹈道具吧 男友送的BR大钻戒 好看吧 别撒狗粮行吗 那看一下左边的 怀孕干嘛来跳舞啊 过您吃太多了抱歉 原来是吃太多了 还有你脖子怎么是斜的呢 昨晚睡觉落枕了 哦 等等 你怎么穿黄金切尔西啊 看到都是金色 就随便穿了 真是服了 那还有哪里有问题呢 哎 你怎么没穿裙子啊 哦 裙子在这里 JK裙才能凸显人家的活泼可爱 这下没问题了吧 哎 发现了 你这个耳环应该是05的吧 我就好看就戴上了 你是真多呀 好了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我去 这样竟然还没有调整好 根本看不出来啊 如果你没有帮作业本变身成功 这下主人不会再抛弃我了吧 我不能没有你 别丢下我 你什么档次 哪里比得过手机 还是比不过手机 我毕业了 我要和手机长相死守 你这些作业一共可以卖十块 赶紧带他走 别耽误我和手机度蜜月 当初对我爱搭不理 明天我要让你高攀不起 我需要一个帅气的头 开始变身了 先选个美男杂志吧 我需要一些头部的装饰 你这纸片人怎么装饰啊 用剪刀把你剪出来先 然后再选择一副斯文的眼镜 戴上眼镜更沉稳威严 我需要个身子 开始变身体了 把墨笔和气球合起来 选择西装身体 我需要一双手 现在要变出手来 猪手不行 鸡爪也不对吧 还是大葱适中一点吧 我需要一双腿 现在要腿了 那把西装跟石头合成 再把牙签夹进去 西装腿裤出来了 最后增加一些配饰 配饰啊 咱们可是作业本 肯定要优化名单了 但是这个收买主人 曾经的作业已经死了 我现在是牛骨路工作 看在我们曾经感情的份上 别抛弃我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我去 反向操作啊 如果把金砖扔到浴室 臭妖脸 我去 那这个能打开吗 妈呀 洗浴中心 有钱了 给我的洗浴中心升升级 那这搓澡工也太老了吧 换一个 我们这里的搓澡业务冠军 你这有点离谱啊 环境这么烂 升级一下 都装最好的 这个是水桶吗 应该换个自动热水器吧 我兄弟们必须享受到洗澡的快乐 可乐还能洗澡啊 对了 澡池也换一个好一点的吧 这点小钱算什么 那把金砖给这男的试试 回到童年嘛 他都回到童年了 那他不会直接变成婴儿吧 我去 这直发效果杠杠低 你这是阿嫖吧 还有你穿的这么破烂 给你也换一下吧 低调奢华有内涵 这个地砖也换一下太久了 这地板打了十层了 效果杠杠低 这还有一个飞天马桶 把他也换了 大家自取啊 不要客气 那还有四块金砖 把他塞到浴室吗 臭妖脸 我去 那给第二个 也就凑合吧 是大力士啊 那打开第三个看看 原来是一件破衣服啊 赶紧把他换了 拿回家送我老婆 这还有哪里能换的 再给这个大力士吗 嘿嘿 你们玩大便活人啊 那么问题来了 最后一个金砖应该换哪里 虽然你在市场买的两只鸟 变成了人 但你也不要为了保护它们 去攻击大黑鸟 你竟然想使用暴力 黄色的鹦鹉 喜欢吃香蕉 而青色的喜欢吃苹果 但你千万不要现在 拿走鹦鹉 我们直接到他的鸟店去 规则说老板爱别人夸他 但是个空二 老板有点迷信 喜欢好诗成双 老板高兴了你才有逃跑的机会 首先这里的羽毛什么情况 老板刚才是在干什么 而且你把不掀开 这里面泡的是什么 这是 里面是啥 还有这些笼子是空的 这鸟笼里怎么没有鸟啊 当你掀开老板的手套 这还是人嘛 老板这手怎么这么像 你看了这么久 到底有啥事啊 我想说 说你是个丑八怪 说我很可爱 所以说 你到底要买我的哪只鸟啊 这两个选项都不能选 先拿走鹦鹉 然后把花送给老板 这是夸我貌美如花吗 你等着 我送你个礼物 再拿走第二只鹦鹉 等等 你们等等 什么怪物 为什么一直追着我们 这时候不要选择加速离开 或者出言恐吓 先点击老板的口袋 原来这位鸟人已经挨重晚期了 老板你 是要交代后事吗 那把他手上的麦克风给亲鸟 小黄啊 你最喜欢唱歌 我给你带过来了 再把鸡毛胆子给黄鸟 小红啊 你最喜欢踢剑子 我也给你带过来了 哥哥 你们要好好的 去吧 这是要我照顾他们下半辈子吗 如果小丑说 你觉得我长得帅不帅 你这样子也好意思说帅 你这样子也好意思说帅 原来你能看见 我去 这是要假装盲人啊 那我是盲人看不到长相 我是盲人看不到长相 这腿上黏糊糊的是什么 西角肯定黏糊糊的 这是我们店的特色精油 这是我们店的特色精油 这西角水味道有点怪啊 有点怪啊 我里面加了药材啊 我们往里面加了药材 这屋子里面有股臭味啊 谁的脚不臭呀 是我们提供的臭豆腐小吃 是我们提供的臭豆腐小吃 你进来的时候有听到什么异响吗 这是在试探我呀 是二楼按摩的声音吧 是二楼按摩的声音吧 今天动静有点大 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脚有点硬 这可不能穿帮呀 你脚上死皮太多了 你脚上死皮太多了 等我清理一下 我这脚是不是很凉啊 这是疯狂试探啊 一会给你更换热水 一会给您更换热水 喜欢带我上二楼按个膜吧 机会来了 可以啊 你先上二楼等我吧 好啊 那你先上二楼等我吧 那我去二楼等你 你快点来 终于把它支开了 这下应该安全了吧 原来你能看见 我去 又回来了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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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